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看高雄市 上回我們就在中央公園站出發 沿著五福三路 大家記不記得 一路沿著五福三路 走到一條叫愛河的附近 稍作停頓之後 我們就繼續過了一條河 過了一條河 就會進入公園二路 公園二路 旁邊就有一個七彩繽紛的輕軌站 我就上來帶大家看一看 上到來的時候 其實發覺人的確很少 找到一個人在這裏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高雄市的人口密度是不高的 這個是輕軌的路線圖 給大家看一看 不錯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景色是不錯的 這裡 看到出去 看一條愛河 剛才我們就在那裏走過 OK 走過一點 就說一下這個站的名字 給大家看 這個站 叫做 珍愛碼頭站 Love Pier True Love 如果大家想找珍愛 就可以來這裡找 但是 人都沒有隻 又怎麼找呢 這條就是公園二路 一路沿著這條路 就可以去到我們那個目的地 我們是去香蕉碼頭的 叫得公園二路 就是一個公園來的 走過去那個路上 我就介紹一下 其實高雄市的交通是怎樣 可以說是海樂空都可以到達 海樂空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高雄市本身有碼頭 有機場 有高鐵 還有我們剛剛帶大家去那個輕軌站 它也有輕軌 所以是有四大的交通工具 認真方便 比較常用的呢 就會是折運 就是我們說的地鐵 其實 折運呢 它們主要有兩條線 一條線 就是貫穿了 機場 碼頭 高鐵 等等 走到這一邊 其實是可以看到高雄港 那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的景色 有燈 有燈那邊 就是 剛才我們走過的地方 這邊也有一條橋 待會我們下一段影片會再介紹 下一段影片會再走過去 那 是想跟大家 呃 展示一下 這裡有手 我應該叫做藍呢 都算是一手小的藍 那我們 其實呢 在 香港 有說 都比較 有小機會接觸到這個艦 因為我們最多 不是 租一隻 呃 艇 或者是 上下郵輪 這樣而已 但是 很少是 看到 艦的 那 因為呢 這隻艦呢 是 公務艦來的 其實 帶大家 看一看 那 這裏是那個 船尾 我是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上去的 但是當然 它就是封了 不給 不給別人探訪的 那 這個都可以理解 當然 那這裏就是高雄港了 看一看的景色 入夜之後呢 其實更加涼爽 那很多市民呢 其實都會跑步的 就會跑到這裏 那個盡頭 跑回頭 那 暫時講到這裏 下段片再介紹 挺有趣的 兩邊 還是底下 還會 一邊 坐 一邊 對 這裏 是 一邊 感谢观看